特斯拉在新车型上取消了左右两个挡杆 采用了屏幕换挡和按键转向灯 这会成为确退你买特斯拉的理由吗 我的有挡杆的Model Y和取消挡杆的换新Model 3 也都各开了几个月深度体验对比了一下 要是凭换挡速度和能否蒙操的话 肯定还是有挡杆的来得更快更方便 尤其是在倒车入户频繁切换挡位的时候 体会的会更明显 屏幕换挡啊 多少还得看着屏幕手滑了一下 操作速度确实慢了些 但是取消了换挡波杆以后呢 也带来了手部更宽阔的空间 以及消除了转弯时误波挡杆挂入倒挡的风险 而且换挡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刚开车和到Model Y之后 倒车入库的时候需要用一下 剩下98%的时间是不需要用到的 所以还算能接受吧 但相比于屏幕换挡啊 吐槽更多的其实还是按键转向灯 咋说呢 我个人还是姜妈能习惯的啊 随着左右转弯 手移动的方向 刚好能形成肌肉记忆来操作 方向盘往左转 手往下按 下面的就刚好是左转向灯按键 方向盘往右转 左手往上 就正好按照上面的右转向灯按键 我之前视频中也给大家详细安排了 如何使用特斯拉这套无挡杆逻辑的教程啊 感兴趣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那现在特斯拉除了还未改款换带的Model Y以外 Model 3 Model S Model X 以及刚推出的Cybertruck 都已经全部取消了挡杆和转向灯波杆 这也就意味着 这就是特斯拉下一代车型的设计语言 Model Y如果改款换带的话 也大概率会取消两次的波杆 那这会成为劝推你买特斯拉的理由吗 Model 3换席版车主 来聊聊没有挡杆的实际使用体验怎么样呗